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圆圆 10月3日,有媒体晒出马依丽现身片场拍摄广告的照片 其状态引起网友热议 图片来源于圈迪胖胖照片中 马依丽身穿白色宽肩戴果身短裙 一头短发被打理成三七分 没有过多首饰的她,整身打扮很是清爽 虽然是淡妆亮相 但马依丽皮肤很是光滑,颜值也不比 年轻时差,而紧身短裙设计更凸显了她凹凸有致的身材 不仅全身上下无坠肉,她纤细的小蛮腰也让人羡慕 看起来隐隐可恶 在工作过程中马依丽也展现出自己的高情商 对拍摄效果不太满意的她并没有耍脸色 反而在面带笑容和工作人员耐心沟通后重新拍摄 直到拍到完美的成片才收工 全程马依丽都不慌不忙,绝佳气质让人赞叹 网友看到马依丽近况后纷纷在评论区留言 有网友惊讶马依丽身材,直呼怎么又变瘦了 也有网友对马依丽的行为很有好感 马依丽在离婚后事业发展很是顺利 生活也越来越滋润,不仅新剧拍摄工作不断 在工作之余她还不时外出游玩 8月22日,有媒体拍到她一身健身服现身街头 45岁的她肌肉线条清晰可见 前几日马依丽还现身北影节闭幕式晚会 现场身穿黑色礼服的她丝毫不见怯场之意 镜头前她大摆pose 即使在死亡打光下皮肤也依旧水润不见老像 而自信姿态也给她的状态加分不少 如今马依丽不仅事业顺利 生活也很是幸福 祝愿她未来能有更好的发展 也希望她好好享受生活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点赞了吗?关注了吗?谢谢!